一个人可以有多坏 爱占小便宜 没完没了 道貌岸然 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 天性懒惰 却觊觎他人的财产 每天一部好电影 今天都能带你看 村庄 影片开始 一群食人蚁正在往家里搬吃的 可有一个却搬了个大家伙 眼看洞口被堵住 其他食人蚁 合力把食物挪开 然后又开始各忙各的 村里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 土楼般的建筑里 生活非常无趣 每天通过窥探别人 给自己找乐子 便宜节 总趁着扫地的时候 偷几个苹果带回家 一身正气的神父 在进了教堂后 竟然喝起了酒 随后他会去看一看 牢里的犯人 向犯人身上吐一口唾沫 然后再假装祈祷一番 犯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正通过小勺子挖坑 密谋着一场越狱 而这个胡子花白的老爷子 是一个地道的守财奴 每天的乐趣 就是玩弄自己的金币 可这一切 被对面的壮汉看见了 这夺人眼球的光芒 看得壮汉心痒痒 和眼镜哥友谊腿 这一切都被老婆子看在了眼里 村民们每天都会进行祷告 教父也会找准机会 再喝上一口小酒 这个小村子看似祥和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这天黄姨姐又出来约会了 他动了点小心思 成功骗过了老婆子 转身扑到了眼镜哥的怀里 两个人拉着手就进了小树林 老婆子啥也没看见 把自己给气坏了 另一边守财奴又开始数钱了 壮汉终于坐不住了 他搬来了梯子绕到墙后 直接钻进了守财奴的家里 守财奴根本不是对手 快死的时候 还不忘扒了一下自己的钱 随后被壮汉扔下了楼 眼镜哥刚好从树林里出来 目睹了这一切 正当他上梯子的时候 老婆子突然钻了出来 开始大喊大叫 眼镜哥杀人了 眼镜哥杀人了 村民听见后 不由分说的就把眼镜哥给抓了起来 而壮汉找机会跑了出去 被关进牢房的眼镜哥 村民们都开始羞辱他 促谈 泼脏水 连之前的犯人也看不惯他 而负责下葬的竟然是壮汉 食人姨也赶了过来 钻进了坟墓里 开始吃守财奴的尸体 几天后 大家又砍掉了眼镜哥种的苹果树 齐心协力做了一个刑架 准备处死眼镜哥 大家都跑到院子里庆祝着 那欣喜的感觉 就好像自己结婚了一样 而黄姨姐则趁机 递给眼镜哥一把铁锹 眼镜哥拿到后就开始挖洞 随后逃了出去 犯人看着地上的洞 不但没有跟着逃跑 反而大叫了起来 眼镜哥越狱了 眼镜哥越狱了 村民们听见后 抄起家伙 就开始抓捕眼镜哥 被逼无奈的眼镜哥上了房顶 一直到夜里 村民还在找 最后别人都回去睡觉了 老婆子干脆把火把 往地上一插 当起了守夜人 夜里壮汉数钱的时候 发现了房顶上的眼镜哥 他爬了出去 开始对眼镜哥大打出手 黄姨姐赶了过来 却被壮汉直接推倒 眼镜哥不干了 一拳都上去 把壮汉打倒在了地上 随后两个人手拉手 逃出了这个可怕的村子 那边的老婆子还在睡觉 一群食人蚁赶了过来 把壮汉吃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 大家又出来干活了 看着地上的白骨和一个眼镜 以为死去的是眼镜哥 刑具也被拆了 生活又恢复了原来模样 大家都垂头丧气 又开始相互窥探 而黄姨姐和眼镜哥 已经逃了出去 他们站在山坡上 看着这个可怕的小村落 坚定不移的离开了 影片最后 食人蚁又出来了 一个蚂蚁搬起眼镜 堵在了洞口 其他蚂蚁围着眼镜 看了起来 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我们把场景放大 和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相似 在我们的身边 有着像便宜姐一样 爱占小便宜的人 他们并不算太坏 但总喜欢占有一些 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有一些像教父一样 看似一身正气 却借着某些名头 干着德不配位的事情 还有的人 对金钱的追求近乎狂热 在他们心里 金钱始终在第一位 友情 亲情 甚至生命 都得靠边站 而现实生活中 又怎么会少了 谋财害命的人 他们好吃懒做 对亲人遗旨气使 对金钱趋之若鹜 在他们心里 没有所谓的正义可言 放眼整个影片 最正常的 可能就是黄姨姐和眼镜哥了 他们的爱情是干净的 也正是这种 发自内心的爱 让他们勇敢的 逃离的这个村子 影片最后的蚂蚁 没有像开头一样 粗暴的将眼镜挪开 反而纷纷驻足 观看起来 这或许也是对观众的 一种提醒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影片 更好地看待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勇敢地走出去 不仅是身体 还有心灵 去不断地扩大我们的眼界 勇敢地追逐 我们想要的东西 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像 短片中的村民一样 每天无所事事 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别人身上 这样的人生 又有什么意义呢 每天一部好电影 我是乐乐 喜欢的话给个关注 让我们明天见